欢迎回到TNews联播网 苗栗县南庄田美永和宫 已经有126年的历史 登陆历史建筑 那么现有庙内的彩绘 是台湾知名国际水墨画家 李登胜所画 另外像是简年泥座的工艺 都是当年的一时之选 苗栗县政府办理修复规划计划 召开了地方说明会来广真名义 苗栗县历史建筑 南庄田美永和宫 整体修复规划设计 即因应计划地方说明会召开 文官局向居民说明 近年来争取700多万经费 针对永和宫进行的 文史文物调查研究成果 主要就是因为这边有非常多 我们发现说里面有很多 大师级的作品 而且是比较难得的是 它可能是大师的早期的作品 所以其实在它的装饰性的部分 也很重要 所以我们在规划设计的 除了是硬体建设的工程之外 在它的屋顶上的装饰也好 或者是在室内的一个墙壁的一些彩绘也好 我们都希望说能够把它调查的比较清楚 比较完整之后 再来做后续的工程 田美永和宫内有台湾旅日国际知名水墓画家 李登顺的画作 是庙方民国70年大规模修建时邀请的彩绘师傅 包含镇殿上方的五栋飞龙 还有拜殿内左右两侧的姚池基姆南极先翁 都是李登顺20多岁时年轻的手笔 相伴主神三观大地 采光时期那个时候南庄相有将近四万个人口 而且外地人占了两万多 而且都是年轻人 这些人进来南庄了以后 他为了气球平安 所以对于这种庙宇 这捐款是非常踊跃的 尤其是像我们的彩绘 像我们这个上面的彩绘 里面的彩绘 几乎都是李登顺的作品 那时候李登顺才20出头而已 还有简年的作品是彰化的一个师傅 还有我们尼硕 当年因为矿业昌盛的南庄乡 地方筹资修建永和宫时展现大手笔 庙的竹脊 汉燕未挤的雕塑双龙护塔 四间竹脊脊则是双龙对望相当气派 具有艺术保存的价值 文官局积极争取中央经费 展开修复计划 目前正在进行的是规划设计修复的部分 那以及我们也另外有做一个彩绘 减年的一个装饰性的一个调研 今年都会完成 那完成之后我们会有一个详细的 西部设计的一个书图 我们就会再来跟中央来争取修复的经费 田美永和宫创建距近126年 庙内还保有当年建庙的基石 也登陆苗栗县古物保存 届时将配合全庙修复计划 同步整理 让地方人更宣露了解地方文史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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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